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而且他的要求是 用一头牛花一天的时间将五亩地耕完 对呀 虽然王老板出价五千 但谁敢保证自家的牛能在一天内耕完五亩地呢 花五千块钱雇一头牛来耕五亩地 这王老板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我听说他是和镇里的几位老板打赌 所以才这么做的 管他是为了什么 一天能赚五千块钱的工作上哪找啊 是啊是啊 阿昌 我看你家的牛干得了这活 一天根根五亩地 你们想把我家的牛累死啊 这钱赚不得呀 走了 大牛 干完活 我们该回家了 大牛 干了一天活了 赶快吃点草 休息一下吧 老公 你总算回来了 刚才阿磊说他出了车祸 正在医院治疗 急需一大笔钱呢 啊 怎么会这样 我打电话给他 喂 阿磊 你现在怎么样了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医药费的事就交给我吧 嗨 没什么 谁叫我是你哥呢 嗯 好了 我先挂了 你安心养伤吧 老公 听阿磊的意思好像需要不少钱啊 我们要去哪儿筹钱呢 不管怎样 我们一定得帮他 可是我们家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啊 看来明天我得去一趟隔壁村了 隔壁村 是啊 隔壁村有位王老板出五千块钱 一天之内要帮他更完五亩地 一天内更完五亩地 这也太难了吧 是有点困难 不过为了阿磊 明天我得带着大牛去试一试 大牛啊 明天你得帮我个忙了 一天更完五亩地你能办到吗 大牛 明天就全靠你了 我知道一天之内要做那么多活太难为你了 不过我弟弟正等着钱救命呢 我现在也只能靠你了 第二天 阿昌便带着牛来到了隔壁村庄 大牛这天更起田来格外卖力 一天的时间内他便更完了五亩地 钱虽然赚到了 但是大牛却累倒了 大牛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来 吃点鲜嫩的牧草 补充一下体力吧 看来他真的是累坏了 还是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 大牛这次真的是帮了个大忙 我们以后得更加好好对待他 是啊 我们要对他更好一些才行 从那天起 阿昌夫妻俩对猪头牛格外地照顾 而大牛也为阿昌家辛苦卖命工作了许多年 阿昌啊 你家的这头老牛还干得动活吗 家里的田还是得种啊 虽然它老了 但总比我们人有力气不是吗 我看你还是把它卖掉 然后再买头年轻的牛吧 这种老牛谁会买呀 怎么会没人买 有很多人来村子里收购老牛嘛 只不过价格比较低罢了 你说的那些人啊 都是买了之后将牛送到屠宰场的 我怎么能把大牛卖给他们呢 那你是怎么想的 难不成你要一直养着他 直到他老死 对啊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等他老死后 我会将他好好埋葬 也不枉他帮我出了一辈子的力 可是那样的话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我看还不如趁现在 他还能卖点钱赶快把他给卖了 是啊 要不然再过两年 他老的除了吃草 啥都不能做 那就更划不来了 我说了 我是不会卖他的 我愿意给他养老送中 转眼间 大牛的年纪越来越大 他已经没办法再工作了 每天只能在牛棚里吃着草料 老公 大牛已经没法下田了 马上就要春耕 我们得买一头新牛了 我们现在手头上的钱 根本不够买头牛啊 要不我们先跟阿蕾借一下 阿蕾他老婆就快要生小孩了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跟他借呀 哥 找我借什么呢 阿蕾 你怎么来了呀 我今天跟着老板来这里收牲口 路过你家 怎么能不进来呢 对了 刚才你说要找我借什么 阿蕾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家的牛老了 不能干活了 所以我和你哥 想跟你借点钱 再买一头牛 哥 你不用跟我借呀 直接将这头老牛卖给我老板 不就有钱了吗 何必借呢 你放心 他给你的价格绝对漂亮 但这头牛我不打算卖 不卖 为什么呀 大牛帮我们家干了十几年的活 现在因为他没用了就卖掉他 我实在有些不忍 哥 他不过是头牛罢了 耕地拉车本来就是他的命 现在他干不了活了 你还留着他干嘛呀 卖掉好了 我跟我老板说说 这头牛好歹也能卖两千块钱 老公 两千块钱呢 有了这笔钱 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钱 就又能买一头新牛了 是啊 哥 把他卖了吧 好吧 那就卖了他吧 阿诚 他这么急着找我们去 我想一定有问题 我们去了就知道了 嗯 那我们快出发吧 小朋友好可爱 老婆你看 他长得好像阿雷啊 唉 如果他没有残疾 那就更好了 你说什么 这孩子有残疾 对啊 我儿子一生下来 舌头就非常的短 医生说 以后脚发会有障碍的 啊 怎么会这样 报应 这都是报应啊 我要是早知道 会有这样的果报 哪里还会吃牛舌啊 这跟吃牛舌有什么关系呢 阿里他非常爱吃牛舌 每次老板说的牛 托在前 他都会先把牛舌 割下来 煮着来吃 这些年来 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牛舌 结果自己的儿子 生下来就断舌 你说这不是报应 是什么呀 你们想太多了 这世上 哪有什么报应啊 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不 这不是巧合 这就是报应 哥 你知道吗 买下你家老牛的 当天晚上 我便做了个 奇怪的梦 梦里 那头老牛对我说 当初 我出车祸的时候 是他救了我 所以希望这次 我也能救救他 天啊 他真的这样说吗 没错 在我的梦中 老牛的确来 求我帮忙救他的 阿雷 当初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给你的那笔钱 的确是他拼了命赚来的 啊 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不但没有救他 反倒还把他的舌头 割下来吃了 报应 报应啊 老高 我们把为我们家拼命工作 一辈子的老牛给卖了 不会也要遭受果报吧 果然 从弟弟家回来的当天晚上 阿昌便做了一个怪梦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公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 我梦到大牛了 他对我说 你本来说 要给我养老送终的 可是却因为贪财而害死了我 我今天要来报仇 说完他就用牛角顶我的背 顶得我好痛啊 老公 没事的 那只是个梦 哎呀 好痛啊 我的背 怎么突然痛起来了 咦 你的背上 怎么突然长了一个好大的毒疮 难道 难道真的是大牛来报仇了 这怎么可能 不过是个毒疮罢了 和大牛没关系的 明天我们就去看医生 第二天 阿昌夫妻俩便去了医院 然而 这个毒疮非常顽固 让阿昌痛了足足有半年之久 花费了两万多块钱才治愈 大牛 对不起 是我失信了 对不起 希望您能原谅我 两只白狐的选择 狐狸有多个品种 其中赤狐的数量最多 分布最广 赤狐 顾名思义 就是毛色棕红的狐狸 在一家动物园里 有个规模颇大的狐狸馆 里面养了八只赤狐 这些狐狸可真漂亮啊 是不是因为它们的毛发 是棕红色 所以就叫赤狐啊 没错 不过赤狐还有一个 鲜为人知的特点 那就是它的皮毛 能根据栖息地不同 而变换颜色 在黑森林里的赤狐毛发 是黑色 在靠近雪线地方的赤狐毛发 是白色 在黄土丘陵地区的赤狐毛发 则是棕色 这么说 它们就像变色龙一样哦 怎么说呢 它们毛发的颜色 可不能像变色龙变得那么快 你们俩赶快准备一下 有两只特别的赤狐 被送到了我们这里 特别的赤狐 是啊 你们看 天啊 好漂亮啊 白色的狐狸 这难道是珍贵的北极狐 不对 看它的样子 并不是北极狐 它们应该是 两只毛色变异的赤狐 没错 我们已经鉴定过了 它们的确是两只标准的赤狐 而且还是姐妹俩啊 园长 这两只狐狸 是从哪里弄来的 据说这是一位牧民 在雪线附近捕捉到的 你说的没错 看来它们的毛色 真的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 而改变呢 白色的赤狐很少见啊 园长 我看应该把它们 单独关在一个龙舍里 我们这里的龙舍那么少 哪里有空闲的地方 单独关它们啊 既然它们是赤狐 那就和这些赤狐 关在一起好了 就这样 这两只长着一身雪白毛发的狐狸 被关进了狐狸馆 狐狸这种动物 没有欺负新生的陋习 老居民和新来者 彼此嗅闻一下 对方身上的气味 便算互相认识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两个家伙 它们在自命清高呢 按照惯例 新来的狐狸 应该主动低着头 走到狐狸群里 年纪最大的那只狐狸面前 让它绣纹身体 请求被接纳才对 只是这两个家伙 太自以为是 觉着自己漂亮 便没有把这些赤狐 看在眼里 不是吧 它俩到了人家的地盘 还这么高啊 妈妈 它们好漂亮啊 是啊 简直就像公主一样美丽 即便它们很漂亮 也应该先来拜见我们 这两个家伙 实在太不懂规矩了 是啊 对于这样不懂礼貌的家伙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它们年纪那么小 而且又刚被抓到这里来 自然会感到紧张 既然它们不敢过来 那我就过去和它们打个招呼吧 你看 老狐狸屈尊 亲自过去迎接那两只白狐了 这只老狐狸是狐群的首领 一直非常善良 另外那些狐狸都很尊敬它 看来这两只白狐 会很顺利地融入这个族群的 可是 我怎么感觉那两只白狐 根本就看不起这群赤狐啊 你这个肮脏的老家伙 不要靠近我 对 你快离开我们 啊 你们说什么 你们这两个没有教养的家伙 这里不欢迎你们 到了我们的地盘还敢放肆 咬死他们 对 竟然敢侮辱我们的首领 咬死他们 算了 既然它俩不愿意和我们为伍 那我们也不勉强 以后各过各的日子好了 姐姐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和那群赃狐狸在一起 从那以后 这对狐狸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进食时 赤狐门总会一轰而上 把食草回得水泄不通 那两只白狐根本无法挤进去 只能顿顿吃 残家圣羹 食物又没有了 姐姐 我好饿啊 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顿饱饭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绝不能和他们一样 哎呀 下雨了 赶快躲进去 姐姐 下雨了 我们也赶快躲进棚里吧 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挤在一起 走 我们到那里吧 赤狐门都不愿再搭理这两只白狐 也从不和他俩玩耍 他俩整天蜷缩在龙舍附近的角落里 显得异常孤独 几天后 白狐妹妹有些受不了了 我也傲想和他们在一起啊 你要干什么 不准过来 离我们远点 你一身白毛 看着就讨厌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还要这样过日子吗 半个多月后 这对白狐瘦了整整一圈 但是姐姐却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姿态 从没表现出要降低身份 与那群赤狐修好的态度 而妹妹则越来越频繁地混进赤狐群里 也不管赤狐们欢不欢迎她 渐渐的 赤狐们对白狐妹妹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 姐姐 雨实在太大了 我们也去棚里避避雨吧 我们怎么能和那些赃狐狸挤在一起 不准去 可是我感觉好冷啊 姐姐 你不去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了 赤狐群降临着我受不了了 你别做梦了 你以为 他们会让你进入他们的棚里避雨吗 他们的首领很慈善的 只要我们哀求他 他说不定会答应的 哀求他们 我们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 姐姐 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们吃不饱 睡不好 如果还这么自明不烦下去的话 我们会死掉的 即便死掉 我们也不能放下自己的身份 我们和他们可不一样 我们和他们 哪里不一样 大家都是狐狸啊 你不去 那我自己去了 雨下的太大了 能让我也进来避避雨吗 来吧 到这里来吧 谢谢 真是太感谢您了 哼 这个没补气的家伙 白胡妹妹和赤虎的关系越来越好 又过了半个月 他身上的毛色竟然逐渐变红 那红色一日深似一日 不到两个月 他便变成了一只标准的赤虎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那一身雪白的毛发 竟然完全变成了棕红色 看来他现在应该完全融入了赤虎种群了 没错 可是他姐姐却直到现在 也不愿融进去 他这样下去的话 会很糟糕的 姐姐 你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只要你愿意 这里的手里是很愿意接纳你的 你不要和我说话 哼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竟然也变得和那些赃狐狸一样 离我远一点 啊 姐姐 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以后 你不准叫我姐姐 白胡姐姐真是顽固不化 是啊 白胡妹妹是聪明的 如果她也像姐姐一样 死守着自己那身白毛的话 她永远也不会和赤虎打成一片 永远也休想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 又过了一段时间 白胡妹妹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在群体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而白胡姐姐终于病倒了 动物园只能将其从狐狸管里移出 怎么搞的 她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啊 别提了 这个家伙自命清高 完全和胡群融不到一起 难道她为了自己心里所谓的高贵 连命都不要了 客观地说 那身洁白的胡毛 确实比棕红色的胡毛 要美丽的许多 但她的价值是否在生命之上 是值得深思的呢 沪池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邮政华波 沪明社团法人中华国际诗实协会 华波账号 50396819 50396819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 001 205 666 012 001 205 666 生重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懂物 慈悲置业 东山吉祥书方 广邀大家同来精进参与 3月9日 预祝观音菩萨圣诞共修 恭请会宫法师领众 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祭武供 下午时段至3月10日 观音菩萨圣诞当天 欢迎大家在书方里抄写心经祝导 3月9日星期四 上午9点半 开始念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祭武供 下午1点至6点 抄写心经祝导 3月10日星期五 上午9点半 开始观音菩萨圣诞超写心经祝导 地点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 二段478号 电话03-9580-286 03-9580-286 敬请与会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佛教慈悲制业基金会台南分会 发送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陆二段345号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06-271-6612 06-271-6612 敬邀菩萨参与诛习 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供修 敬请佩戴口罩 在法身一介之中 没有任何事物 不是清净圆满的 从上方的圣者谈成 到下方的地域世界 一切都是平等的清净圆满 因此 不论是在痛苦的状态 或在觉醒的状态 都没有差别 诸佛与友情众生之间 也没有不同 此外 这不是刚刚创造的事物 而是自始及任运现前 因此佛果法身 是自明的决性 透过上师的指导 而当下得见 并且由于她并非可修得或达到的 故她是清净的圆满 除了这个之外 我没有其他可教导的 所以要好好把她放在心中 卡迁女 卡迁公主 错家佛母请求上师 莲华生大士 为上中下根者的利益 开示这三种禅修的教言 她为后世 记录下这些教言 由于这些教法 并非为了在当时宣扬 错家佛母便将他们藏匿起来 而成为珍贵的地福藏 愿具有业缘的余且士 得遇这些教法 未来当有福报的你们 得遇这些法教时 一 你对建立自信的了悟 也许有如海洋 但人应守护最细微的世俗因果 二 你可能已了解法性自信的大海 但人应保持不散乱的传修 有如黄金打造的柱子 三 你可能已经了悟广阔心的枉然状态 但人要守护你的三昧耶与戒律 让它们稳定 且无有损坏 四 你可能已经获得如海般 法性自信的了症 但人要敬重崇高的上师众 有如你头上的冠冕 五 你慈爱的心 也许没有偏思 但人应满足你的伴侣 与所有法友的愿望 六 你也许已经看见 佛与一切众生的平等性 但人应避免如毒药般的食不善业 与其果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